部长 史次长 裴代表 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 在越南暴动事件发生以来 外交部林部长今天上午第四度的召见越南驻台裴代表 重申中华民国强烈谴责暴力以及严正关切的立场 要求越南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 具体的行动 道歉 承凶 赔偿 以及全力保护我们在越南台商以及侨民的人身安全及财产 双方并就今天越南相关的情势 做进一步的了解与掌握 等一下记者会 林部长 以及我们今天邀请驻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裴代表 都会跟各位详细的说明 我们现在就请林部长 赔代表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本人在今天上午 5月18号的上午第四度 约见了驻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裴代表 就5月13号以来 越南部分的民众暴乱的行为 危害到我们台商的安全还有造成我们台商财产重大损失的事件 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 我们强烈的谴责暴力 我们也严正的表示关切 多次向陪代表表达我们政府跟民众的高度关切 而且再度的要求越南政府要采取一切的措施 确实保障台商及侨民的人身安全 根据我们的了解 越南政府在日前就已经派遣了军警人员 到我们台商聚集的地区 台商的工厂所在的工业区 还有台商的会馆 还有这次我们预备作为台商及侨民 紧急避难的相关的安全处所 还有我们住处 包括住越南代表处 住胡志明市办事处 还有他们的办公大楼 我们也是一个安全的避难的一个处所 这些住点的安全跟巡逻 越南方面都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 那在今天上午开始 我们也持续的在密切注意 越南各地的发展 而且要求越南政府能够采取万全的措施 来完全平息各地对台商工厂的暴力破坏行为 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情况 都在越南政府的掌握之中 我想大家也都了解 这个各地的情势都非常的平静 那外交部呢也是把最新的状况 我们都上网 我们都送给所有的媒体朋友 每一段时间 我们驻越南的代表处 还有驻胡志明市的办事处 多掌握相关讯息的发展 也多向国内报告 那我们也都完全了解目前的情形 那代表呢也说明 越南总理阮靖勇已经下达命令 制止所有非法抗议的行动 那事实上越南的国家主席也已经到平阳省 越南的公安部长也到平阳省 所有的情况都在掌握之中 裴代表也向我们外交部一再保证 越南政府会动员所有的力量 来确保暴力事件不再发生 会确实的保障我们台商 还有我国侨民的安全 外交部及驻越南代表处 驻胡志明市办事处 从5月13号以来 我们就全面的动员 跟越南政府进行联系交涉 保障我们台商人生及财产的安全 我们也协助台商返国的班机 还有交通等行政的安排 而且加强与各地台商的协调联系 并且提供相关的讯息 给我们所有的台商参考 本人也再度的向越南政府提出 下列四项严正的要求 第一 要确实保障台商及侨民的人身安全 第二 要迅速赔偿台商所有的财产损失 第三 要全力的维护台商及侨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 要积极恢复台商在越南的投资信心 关于这个班机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也会把我们过去这几天的一个输运的情形 也提供给各位媒体朋友参考 事实上从5月14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 还有到5月19号18号 其实多有空位 也就是说我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从5月14号开始就是完全有效 那我们也做了万全的准备 那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有准备两架专机 那可以提供573个座位 可是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来看 并没有需要这个动用到专机的这个情形 另外外交部也已经指派我们负责 保桥护桥工作的领事事务局局长 拱中城 专程到胡志明市 慰问那边的台商 而且了解我们台商受损的情形 同时也跟越南政府相关的单位 做直接的联系 来共同协商后续的一些处理的问题 同时呢外交部也指派了三位 过去在胡志明市工作过的资深同仁 到胡志明市去资源来协助我们所有住宿的同仁 来照料我们旅乐的台商及僑民 针对经济部的次长预定在下周 帅团访问越南 了解我们台商受害的情形 同时协商相关的赔偿事宜 外交部也要求越南政府安排 我们的代表团能够会晤相对层级的官员 针对我们台商受损的情形 做最妥善的处理及赔偿 并且对于他们的访问行程也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 那裴代表也表示越南政府会全力的提供协助 来妥善处理后续的赔偿事宜 本人也要借此机会来郑重的澄清 我们住胡志明市的办事处 因为原来的办公处所在进行这个整修还没有完工 那事实上该办事处呢 目前是迁移到另外一个新的办公大楼在办公 那我们在新的办公大楼也悬挂管牌 持续正常的运作 也就是说今天有些媒体提到我们是不把管牌遮掩 我可以跟大家非常明确的说明 这是完全跟事实不符 我们的办事处是完全正常的运作 那我们的管牌也是继续的悬挂 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声明 那我们也会等一下把我们相关管牌的这个图片 也给各位媒体做一个参考 我们希望媒体能够反映这样一个事实 那我想我就先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另外呢 我们今天还有提供了另外一份新闻稿 就是针对我们越南暴动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做了一个说明 我在这里要再三的强调 这次的暴动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我们事先所获得的资讯是有一些示威游行 并没有了解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暴动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暴动也是出乎越南方面的原来的这个估算 所以越南方面也向我们再三强调 他们不容许有任何暴动失去的情形 那在5月13号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驻越南代表处 驻胡志明市办事处跟外交部 都在5月13号第一时间 就展开我们整个应变的机制 同时呢我们也承报5月 那在14号的上午 第一时间我也跟白代表见面 他也跟我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应变的机制 是在5月13号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启动 那5月14号有召开国安会议 那行政院在5月15号启动了我们的应变小组 最主要是要整合各部会相关的意见 来做一个通盘的演议 同时针对我们未来要处理的事情 做一个政策的指示 由各部会来相对执行 所以我要跟这里在这里跟大家再三的强调 政府整个的决策因应是非常的迅速 绝对没有任何的延迟的情形 同时我们政府第一考虑 就是要确实保障我们台商的人身跟财产的安全 对于部分的台商蒙受到的损失 我们政府也会继续的向越南政府提出交涉 要建立一个协商的机制 能够来保障我们的台商 以上先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谢谢